伊朗巴基斯坦刚结束联合演习 就开始互相空袭 打到最后谁会最受伤 1月16号到18号 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外交关系 出现了非常微妙的波动 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发起了袭击 德黑兰方面宣称 打的是美军基地附近的 以色列摩萨德分支机构 和反伊朗的恐怖组织 紧跟着伊拉克就召集了伊朗大使 并且对伊朗提出了抗议 理由是伊朗打的建筑 根本就不是摩萨德分支 而是一个烧人住宅 没想到的是这事还没完 伊朗紧跟着还打了巴基斯坦 而且就是在伊朗和巴基斯坦16号 刚刚完成海上联合演习之后 就突然发射了弹道导弹 打击了巴基斯坦 比路之省境内的两个正义军的据点 此后巴基斯坦外交部 就是1月17日凌晨 就发布了声明说 伊朗的做法属于侵犯巴基斯坦领空 这次袭击导致了两名儿童死亡 三名女孩受伤 八方对此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与谴责 警告伊朗将承担严重后果 并召回了驻伊朗大使 无限期关闭了与伊朗所有的边境口岸 17号当天 伊朗外长阿布图拉西洋就从巴基斯坦外长吉拉尼通了电话 伊朗外长进行了解释 说巴基斯坦的安全对伊朗很重要 伊朗打击的是双方共同的敌人 巴基斯坦外长就表示了 伊朗的安全对巴基斯坦也很重要 如果你说巴基斯坦境内有危害伊朗的恐怖组织 你把信息给我 我替你收拾 但是这种单方面的越境打击 严重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 八方对此表示谴责 并且保留做出回应的权利 那么作为回应 18号 巴基斯坦空军就空袭了伊朗东部城市 萨拉外附近的比鲁支解放军和比鲁支解放阵线的营地 比鲁支解放军是什么组织 中国网民应该有深刻印象 咱们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在巴基斯坦遭遇的各种恐怖袭击 基本上都是比鲁支解放军干的 这个组织还有深厚的印度背景 伊朗对叙利亚 伊拉克 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 有可能是针对中东局势进行的一种示威 通过远程火力精确打击 告诉中东到西亚的各个伊斯兰国家 伊朗也完全可以和美国一样 开展精确的斩首行动 同时也是要把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扩散开 然后呢 告诉其他伊斯兰国家 伊朗是因为面对了美国的压力 而其他伊斯兰国家在哈马斯胡塞问题上 对伊朗不配合 所以伊朗才有这么大脾气 你们从源头解决问题 就不要跟美国立场太接近 也是想通过展示武力 希望获取重视和一定的领导地位 所以伊朗出手之后呢 要主动向巴基斯坦政府客气客气 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不是敌人 而巴基斯坦的反击 恐怕也是想证明 不打招呼就动手 这招巴基斯坦也会 越境打击恐怖分子这面大旗 巴基斯坦也能拿得起 八方呢 倒是没有把话说死 要合作可以 但是不能不打招呼 至于说选择比路支解放军 作为打击对象 那也是提醒伊朗 也告诉中国 巴基斯坦跟中国有良好关系 但是巴基斯坦不想听伊朗指挥 相互都要留点面子 中国呢 跟巴基斯坦伊朗关系都不错 如果真的因为这种事情 造成地区紧张局势 对中国并不有利 我们必须加以控制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表示 愿意居中斡旋 解决双方的分歧问题 其实现在呢 也只有中国最有能力和资格 做这件事 而且既然大家都说了 这么爱打恐怖分子 那么中国带着大家一起玩 也不是不行 估计印度现在正在蒙圈 你们伊朗跟巴基斯坦打架 干嘛拿莫迪当杯子摔 关莫迪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